今天我們要求一個位置數 二元一字方的數碼就是兩個位置數 我們要求這個Y值 就是我們的這個散衝的趴數要多少 它會等於多少呢 等於我們的幸運值 我們是下的它是XS 哈囉大家好我是YR 廣告現在多看5秒鐘 Kiki啦 可以補充喔 跟大家講一下 技能的點法的話呢 幸運值到底要怎麼算喔 我這邊提供一個方程式 直接讓大家看啊 這很基本啊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啊 今天我們要求一個位置數啊 二元一字方程式嘛 就是兩個位置數嘛 我們要求這個Y值 就是我們的這個散衝的趴數要多少 它會等於多少呢 等於我們的幸運值 我們下的它是XS 然後除以多少 除以3 加上多少 X除以5 那乘通數嘛 15 這樣上面就是5X加上3X 所以就會等於多少 等於8X除以15 也就是我們的幸運值呢 乘以8除以15 這樣就會算出你的散衝的機率 然後呢 還要再加上什麼 怎麼那麼醜 然後除以15 還要再加上你技能 散衝 攻擊時會有5%的機率 攻擊目標 然後再加上你的武器 會有一個被動的機率增加5% 這樣就10%了 再加上什麼 你的齒輪 會有一顆獵鷹技術注入 這個之前在齒輪技有跟大家提到過了 那齒輪這個合成的話呢 它這邊呢 就看你有幾等的你就加幾% 假設你合到最高可能就是7% 那我們前面有跟大家講 我這邊不贅述了 就反正就是 盡量留兩個都是你有用的技能 後面的話 我們看一下 其他技能的配點的一個介紹 這個直播的精華裡面 有把它繼續出來 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樣配點好了 我剛剛去體驗了一下十字軍 轉回來之後呢 領完了獎勵 白嫖了很多獎勵嘛 嫖完了之後回來 我們的技能點數 跟我們的六微點數 全部都會重置歸零 那這時候 你要開始去抓你的素質 要怎麼樣點 是最好的 有分三種人 第一種就是 我負責專打 實控意象 打王 第二種人 我就喜歡打怪 永遠滿在500% 滿狀態 第三種人 我只有在重要的場合 就是什麼PK啊 經濟場啊 PVP的有關的 像的地圖 在特別的時候我才需要 我是這種人 我會算我的所有buff 加上我的藥劑 我可以在那個時間點 到頂標就好了 因為我會用到的時間點 只有三種 一種就是 是練功 疲到狀態 健康值 第二種就是 我的驅逐 第三種就是 所有打王 時空意象 競技類型的 PVP類型的 就是什麼聯賽啊 等等的 我只有在這一些場合下 我才會在滿狀態 如果說一般掛圖鑑 就是沒有健康值 也沒有驅逐的時候 我就不用滿狀態 我是這種人 那你自己怎麼選擇 是你的問題 然後像我現在 就會去抓一隻牧師過來 我開我的小號過來 然後幫我buff 像這個時候 我身上就會有一個加速素 是我身上的這個飛行者頭 會打出來的 那你會看到 會有另外一個加速素 另外一個加速素 是牧師給我的加速素 天使伺服啊 還是什麼 天使避障啊 他就會自動再有一個加速素 不要再 如果我說加速素 是無法疊加了 是可以疊的 你的敏捷會疊啊 大哥 你的敏捷會疊12點加12點啊 不信的話呢 你今天把它拆掉 你把你的這個 4分鐘的這一個 加速素插插掉 那你看你的敏捷 是不是掉了 那今天我 牧師先不要跟隨 我把我牧師這個插插掉 那他是不是掉了 那這個時候我跟隨下去 牧師就會開始放技能 對 他會偵測到我身上沒技能 當他放了技能之後 我就會疊一個加速素嘛 等待一下 喔 他放了 疊了一個加速素了 我這邊是往上加了 87點 那我現在再把我的飛行者頭盔裝上去 他這邊又加12點了 強化這邊又有1點 所以剛好是13點 所以這個是可以疊加的 好 然後 像我的話 我平常 我是會換天使法圈 然後我身上所有東西 加上我的齒輪 然後你這個狀態 去看我的面板 看我需要補什麼 我現在暴擊呢 是140 140其實還不太夠啊 有可能要補多一點 幸運 沒辦法 我先點這個 敏捷 我先點到 80 80的話是 428 然後因為我說了 我會在 藥劑的時候 去做一個全狀態 所以我今天要測試的話 我就必須要吃 我平常要吃的東西 像譬如我吃敏捷3 我的敏捷就是加15點 那我今天如果吃 幸運3 我的幸運就是加15點 我就可以把我的敏捷 補上去 幸運用藥劑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看你自己取捨 或是你要再吃更高級的 敏捷加幸運 那我一般是都敏捷啦 因為敏捷小號很低階就可以做了 這個會影響到這個 跟我職業這邊 日藥這裡 敏捷 第二階 這邊就可以做了 那這個要升到 11級的時候才可以做 所以你的小號 送藥劑 一個人一天可以收20塊 我這邊吃了一個藥劑上去 疊了一個敏捷加15 我現在的功術已經來到了492了 492其實已經很滿了 如果我今天呢 要再更花錢一點 我吃集中藥水 集中藥劑 集中藥劑吃下去的話呢 我就滿了嘛 但我其實敏捷84點就夠了 但我沒差 我可以再補個兩點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幸運了 啊不 不應該補兩點的啦 靠腰我補錯了啦 欸還我 欸還我啊 好 我補錯了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零巧會帶你一點點的功術 所以我補錯了 我剛剛應該補一點就好 然後其他再補零巧 不過沒差啦 因為我也不會每天在這邊吃飽太血 一直換來換去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所以我的敏捷應該會再少下去 應該會少12點 再來就是看幸運的 幸運這邊我是有補上幸運送哥啦 所以你看到的幸運值是滿多的 幸運還不知道怎麼算的人 這邊再跟大家說一次 幸運的話呢 你的鳥 閃衝 普通攻擊有5% 每3點幸運會多1% 再來呢 你的武器 每5點會觸發你的機率 然後你的武器基底帶5% 所以武器5% 技能5% 就10% 加上你的齒輪 你的齒輪會有一個 練音技術注入 看你差幾等的 4等就4% 7等就7% 那我基底的話 等於是就有5%加5%加4% 我基底是14% 所以我剩下的 我要補滿多少 86% 86% 一個除以3一個除以5 那假設我們今天這邊補到 現在是 有加幸運送哥的狀態喔 我補到150% 因為幸運也會增加暴擊 這樣的話是多少 150 150除以5多少 30% 150除以3多少 50% 所以30%加50%多少 80% 80%加剛剛的基底10% 再加你的齒輪 4% 我是14%嘛 所以我是80加14 80加14的話是94 所以我還要再補6% 6%的話是多少 10點吧 除以5的話是2% 10點3% 5% 不行這樣5%而已 大概是12點 12點的話是2%加18 夜輪才多 11點 也不夠 12點才夠 所以我還要再補12點 但是這個是有加幸運送哥的情況下 然後沒有加任何的料理 也就是說我這樣子的話 我就基本上百分之百 邏輯上來講是這樣子啦 因為我這樣子是65加67嘛 以小算盤拉開來看 65加67 162除以3 54% 對不對 54% 除以5 加54% 加基底10% 加4% 100.4 如果武器沒有騙我們的話 是剛好買的 那我其他就可以補靈巧啦 我這樣是不是可以補超級多靈巧 那我的物攻是不是就會變得非常的高 如果要點的話其實是可以這樣子點的 可是呢 我想要再補一點到敏捷 這都是你可以自由調配的啊 這個都沒有一定的啊 敏捷就是差在你的攻速啊 然後再來又會影響到的是什麼 影響到你的視頻啊 今天我是帶黑虎 那我的敏捷的話呢 又會影響到這個黑虎 每10點的敏捷會加攻擊力 所以我也是盡量把我的敏捷抽到10點 唯一個基底會是最好的 所以我說我剛剛多點了1點 你看這邊109 如果這邊8-1 這邊剛好就10的倍數 所以我剛剛真的是多點1點的 不過也沒差啊 今天我就是做一個沒有戴頭盔的 假設我把頭盔的用掉 就只單純泡藥劑 沒有另外疊的 只有牧師的 那這個情況下要把它補到500 差8%耶 然後還有附魔啊 附魔也是會影響到的 像我剛剛很賽啊 不小心在附魔這邊附到了一個尖銳字 然後又帶了一個物攻趴跟敏捷 所以這附魔也是有差的 所以可以稍微留一點空間啦 反正附魔有可能會再附到 然後靈巧加上去差5% 然後幸運還會影響到你的抗暴 所以幸運其實可以點高一點點沒關係 就是幸運不用抓到完全剛剛好 幸運可以稍微再多一點點沒差的 因為暴擊防護其實是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你可以再多一點點沒差 不用太計較 然後再來就最後就是 你今天測換這些東西 你就後面再看你的附魔是怎麼樣去調 反正100就可以再換一次 100就可以再換一次 然後我現在在看的是我的暴擊嘛 我暴擊的不會不太夠 不行了 我尖銳不能換 我尖銳換不掉 我就起到四等的冥攻 物攻跟靈巧 如果我換過去的話 我可能幸運就要再點高一點 不然是絕對不夠的 然後我這邊敏捷跟暴擊啊 這邊換到一個暴擊 但是他下一槓這個真的很廢人 那他上面的冥攻是三等變十等 我就會先猶豫一下 你不要說你今天附上去了 我戰地變高了 我冒險值變好多 好爽喔 趕快覆蓋喔 美希喔 覆蓋下去你的傷害直接掉一大截了 你今天不是說 我冒險值要往上衝 往上衝 我要向上 然後你就一直覆蓋 這個你一定要去調 這個東西一定要去平覆好 再去覆蓋 像我這個時候我覆蓋過去 其實我是變爛的 因為我不需要這個魔攻趴 當然這些東西都很基本啦 有些人應該也是都知道 這個我也是一直在考慮 這個換上去之後呢 第一是暴傷很難撐 暴傷會直接掉 然後暴擊呢 我現在暴擊掉之後 我撐不住那個掉澤啊 我現在掉之後 我會直接炸裂 直接裂開 我可能要把 這一件全部洗成加幸運的 這樣就有12點 然後這一件呢 全部加幸運就有15點 所以我這樣等於是有 又多了27點的幸運 然後防具我這邊已經有幸運了 但是這個還要得起高 這一件我可能也是要洗成有帶幸運的 附魔也是要去調配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 他這個遊戲在鑽石商店裡面 功能道具 數值輪迴池 他一個禮拜可以讓你買兩顆 為什麼呢 技能從事放可以讓你買兩顆 而且都是100賺而已 那主要就是因為你每個禮拜都在變 所以你會隨時需要調整你的機會 才會讓你的傷害是最大化的 那再加上如果你今天帶的寵物是鬼女啊 或是親愛鬼皮魚直接下課嘛 鬼女現在有夠爛的 那個冷卻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我後來發現這個回圈 它不是我們之前說的那個30秒的回圈 他自己這個3秒持續30秒的回圈 也就是他會一直無限的往後往後往後 他媽的 怎麼爛 所以現在很多人已經開始有點換 我占卜貓貓貓 占卜貓貓呢 在10階的時候呢 他是直接給你90% 就是基本上 除非你真的很衰啊 不然他一定會給你一個buff 那個buff會有攻速 攻趴 暴傷趴 暴擊率啊 這其中隨機一個 然後他的冷卻呢 只有8秒 然後8秒就會給你一次 然後持續3秒 雖然不能吸血啊 但是就 至少你的輸出會高一點點 所以有些人會開始帶這個 那你再看你的寵物是什麼再去調 如果你今天還是一樣是用鬼女 你想要那一段瞬間加速的話 那你還是可以把鬼女的瞬間幽夢 開起來加速 列入考量範圍 然後去調整 那你會玩得比較好啊